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月12号美国政府公布了向中国2000亿进口商品的征税清单 当然了这个征税清单还要有一段听证期 按照前段美国政府的安排 在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对中国商品征税生效以后 那么在这个下两周 那么应该还有160亿的对于中国进口商品征税的生效 那么在这个7月12号公布了这个2000亿 这个对中国产品征税的清单以后 应该说这个引起了这个整个世界的一个波动 因为它标志着就是中美贸易战的升级 那么从中国方面的反应看 那么中国商务部发出了一个比较强硬的声明 那么对这个美国这种做法 是可以说是延迟谴责 那么实际上这个美国国会和美国商界 以及美国企业界以及世界各国 对这个特朗普把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个升级 都存在有一些这个强烈的一个反对态度 那么现在全世界的焦点都注意在中国如何反击 那么显然这个我们以前也谈过 那么由于这个美国进口中国的这个商品 不过就是一千三百多亿美元 所以这个现在这个美国 这个对中国两千亿这样一个进口商品征税 那么中国不大可能再和以前一样 也是这个采取这个对美国进口商品征税 那么这样一种反制措施 但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呢 那么办法其实呢还是应该有 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两千亿 这个中国商品 那么实际上呢里边包含了很多消费品 那比如说家具 自行车 以及这个消费电子产品 甚至还有什么手提包之类的 也就是说如果这两千亿美元额度征税 实际的话那么进口成本增加了 那么怎么办那么肯定市场上的这个消费品 相关的消费品的价格呢也要增加 那么最后呢就是消费者买单 当然你用这个东西你就以提高的价格 而且是以很高的价格来买 同时呢还要支付呢这个价格增值部分的这个税 那么对于企业来讲呢 这个进口成本提高了 有可能考虑这个开源截流 那么截流最明显的就是可能呢 要裁员以维持它的这个基本利润 所以呢就是这两千亿这种中国商品的这种征税的实施 应该在很大层面上影响了美国老百姓的生活 那么美国老百姓怎么办 当然了可能最后要用选票来说话 这是一方面 第二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来讲呢 美国各界对于特朗普这种这个征税的行为呢 已经有很大的动作 那么其实有商的这个迹象呢 已经可以表明 那么一个呢是哈雷机车呢离开美国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特斯拉宣布在上海建厂 而且要达到一个年生产量50万这样一个规模 这是美国企业的态度 那么在这个7月12号 这个美国政府公布2000亿中国商品征税清单的同时 那么中国城市与芝加哥这个城市论坛 那么在这个中国举行 那么这个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还会见了这个芝加哥市的市长 那么这个芝加哥呢也跟中国方面签订了一个五年的一个合作计划 那么就说明这个地方政府和企业 美国的企业和地方政府呢 这个对于中国的市场 或者说与中国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 这种信心和热情呢 还是一直存在的 那么这是这个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美国参议院 大概是在这个7月12号 也通过了一个提案 大概以88比11这样一个绝对性的优势 通过了一个提案 这个提案的核心呢 就是要限制特朗普在这个税收政策上的这种 这个可以说这个恣意妄为吧 就是说这个你不能说是在税收问题上 特朗普一个人说了算 要受到限制 那这三方面 这三件事可以这么讲 这个美国社会对特朗普这种征税的 这个行动呢 已经表现出强烈的不满 而且有措施来反制 那对于中国方面 我刚才提到了 就是中国可能不大会像这个 美国在提出这个300亿 这个中国进口商品征税的时候呢 中国也提出对美国300亿 进口商品的征税 大概中国可能不会提出 类似这样的一个反制措施 但是中国的反制措施呢 其实很多 那有些人也提到 比如说中国在加强与美国各个州 地方之间的合作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那么是不是可以减少这个 这个美国对中国商品征税 这样一种伤害 那么总体来讲呢 其实呢中国还是有反制措施的 那么这种反制措施呢 可能是很广泛 实际上来讲呢 贸易战呢不仅仅是一个关税 这样一个数字 也不仅仅是这个进出口 这样一个数字 它还有涉及到投资 涉及到金融 涉及到债券等等 所以那个北京 就是中国政府商务部的那个 声明呢 这个是非常强烈 而且也暗示了这个几方面的反制措施 所以呢 这个呢也是需要我们再看 那么总之 对中国进口商品2000亿这样一个征税 如果实时的话那消费者呢会感到这种增值的压力 那么我们再进一步再来观察 那么本周另外一个看点呢 就世界杯 因为世界杯呢 在明天呢就要进行决赛 法国队和克罗地亚 那么整体来讲呢 也像很多人说的那样 就是说这次世界杯呢 变成了欧洲杯 这种说法呢 这个我觉得不足为奇很正常 因为欧洲足坛呢 可以这么说 代表了这个国际足坛 或者世界足坛的这个最高水平 你像这个 像这个巴西的这个 内玛尔 阿根廷的这个梅西等 实际上他们都在欧洲踢球 所以呢 欧洲队 夺得这个 欧洲队最后成为这个本届 这个世界杯的主角 这是这个不奇怪的 另外那个克罗地亚队呢 应该是本届世界杯 爆了一个最大的冷门 当然明天能不能战胜法国队呢 这个还要看 那么无论如何 那个克罗地亚队呢 这个他们创造了自己 球队的历史 那么同时本届世界杯呢 也应该说是冷门 最多的一次 这个世界杯 应该说也是在这个 世界杯的足球 世界杯的历史上呢 写下了一笔 这个对于美国来讲 因为美国和加拿大 墨西哥呢 他们这三个国家 北美地区这三个国家 已经获得了这个 2026年的世界杯的 这个主办权 也就是说 还有八年 世界杯在本土 在美国的本土叫上演 所以我觉得这次世界杯 对美国的体育发展 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呢 这个2020年 还有这个洛杉矶奥运会 所以我觉得本届世界杯以后呢 美国的这个足球呢 可以这么讲 应该出现一种这个新的这种面貌吧 那对于中国呢 当然有很多反思的地方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就是说呢 中国队员呢 还是应该到欧洲踢球 精确锁炼 因为日本对于取得这个 在本地世界杯应该讲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也就是他们有很多队员呢 在欧洲踢球 那么科罗迪亚 对当中的几位主力队员呢 也都是这个西甲联赛当中的这个著名球员 所以他们能够走到这个决赛 走到这个足坛的巅峰之上 也不足为奇 总体来讲呢 这个欧洲足球员呢 代表这个世界上这个最高足球水平 那么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都要这个集中参与这个 它对于一定要参加这个欧洲的各种联赛 什么益甲 英超 德甲等等 好 谢谢大家